郭志华,将你手中的枪交给二庆同学 郭志华,执行命令 这一天,学校的教官将刚刚组建的仪仗对全体人员召集了起来 他目光从人群当中扫过 最终落在了郭志华的身上 就是这个学生差点害得他成了流氓 郭志华,出列,向前两步走 郭志华顿时面色一沉 他知道自己要完了 不过他还是手持红鹰枪从队列第一排里走出 教官冲得远处招了招手 二庆,跑步过来,进行交界 很快一个学生就从远方跑了过来 此刻二庆看着身前的郭志华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因为属于他的荣耀都要被二庆给抢走了 郭志华,将你手中的枪交给二庆同学 此话一出,二庆立刻迫不及待地伸出双臂 而郭志华却是冷冷地注视着二庆 手上并未有所行动 郭志华,执行命令 郭志华握了握拳头 最终猛地将手中的红鹰枪塞给了刘二庆 二庆入列 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送郭志华同学 刹那间热烈的掌声响彻起来 落在郭志华的耳中却是格外显得有些刺耳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人群 然后便咬牙切齿地离开 下午时分 宋英雄一组人又带着1200张良皮 与550个肉夹馍赶往了钢铁厂门口 下班后 钢铁厂的工人立刻就围拢了过来 将良皮抢了个金光 收拾好摊位后 一行人便打算离开 就在这时一个衣着普通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这位同志 我们的良皮已经卖完了 你要是想买的话明天再来吧 我不是来买良皮的 那你是 这位师傅 可否去旁边一趟 我有事情想问一下 宋英雄略加思索后 行吧 两人走开了一段距离 行了 就在这里说吧 这位师傅 我想学习做良皮 不知道您能不能教我 我愿意给您500块钱 不了 我没有教别人的想法 开什么玩笑 他今天的销售额可是能够达到860块钱 利润也能达到400块以上 这样算下来 他一个月就能赚到一个万元户呢 对方竟然区区500块就想买他的方法 他可不想因为这点钱就凭空为自己增添一个对手 您是怕我抢了您的生意吧 您大可不必担忧 我不是你们宁州人 说着他从兜里取出一张纸地给宋英雄 不信的话您可以看看这个 这是我的介绍信 宋英雄拿过介绍信看了一下 发现对方是徐州人 这让他心中的警惕大减 毕竟对方只要不在宁州做 那么跟他可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我是真的诚心想要跟您学习 您看在家500块行不行 宋英雄摇头 一口价2000块 2000块 中年男子皱起眉头 师傅 您这也太黑了吧 确实宋英雄要的这个价钱那可是相当的不便宜 要知道当下的大多数人工资普遍也才30多块 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三四百 这2000块钱那可是已经相当于他们五六年的工资了 这位同志既然你想学做凉皮 那么想必你也观察了好几天了吧 我这生意的好坏你也看到了 今天一共卖出去2000份凉皮 按照每份两毛五来计算的话 那就是500块钱 而这只是一天的销售额 另外我们还卖肉夹馍和绿豆汤 那两样加起来也有着300多的销售额 每天800多块钱 那一个月可就是两个万元户呢 听到宋英雄的话语 中年男子顿时目光火热起来 他尽管知道这凉皮赚钱 可也没想到这么赚钱 这位师傅 我最后出一个价钱 1500块 您要是再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只能去秦省学习了 好 成交 顿时两人皆是露出笑容来 显然他们都对这个交易感到满意 其中宋英雄满意的是 能白白赚取1500块钱 要知道他现在整个人的身家都不到1500块 而那中年男子满意的是 他很快就会学到一门非常赚钱的手艺 回到二十堂后 宋英雄就被为红旗给叫到了办公室 师哥 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次找你来 是有一件大大的好事 好事 什么好事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来到国内的外宾越来越多 所以为了照顾外宾口味 省里专门组建了个厨师培训班 用来培训各地的厨师 魏红旗取出一份表格递给宋英雄 所以我打算让你这个二十堂厨艺最好的大师傅 再去省城培训一下 宋英雄直接摇头 师哥这我就不去了 你还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吧 我说英雄 你知道这培训代表着什么吗 这培训班的大厨 那可是京城里做过国宴的特级厨师 等你从培训班回来后 立马就能平级涨工资 要不是你是我师弟 再加上刚给二十堂立了一功 这种好事我也不会留给你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事情 你竟然还不愿意 宋英雄当然知道自己师哥这是好意 但他过完今年都不打算再在二十堂待下去了 也就没必要去参加什么培训班 不过辞职下海这个事情 他也不打算现在就说出来 师哥咱们二十堂的良皮生意才刚刚走上正轨 我怎么能就这么扔下呢 我看你啊还是去找别人吧 你啊你啊 真是掉前眼里了 魏红旗有些恨铁不成钢 我知道你看不上涨工资那点钱 但是这评级可是大事啊 只要你去培训一下 等到过几年我退休了 你就能当二十堂的主任 师哥我知道你这是对我好 但这次你还是找别人吧